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推后场的技术还有些缺陷经常被人压在后场 所以说我希望人借助这次机会能得到提高 通过打羽毛鞋我不光锻炼了身体 同时在打羽毛鞋的过程当中还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 我刚刚看你打了一下 我的整体感觉你手上控制球还蛮不错的 就是你平时后场球你会觉得就是起得慢 一会我跟你讲你有办法就把它启动的第一步 你要加快 我倒是反而觉得你前场球这个刚才有几次 至少有三个高球 那么你是翻到下面打球了 你没抓住那个机会 你完全可以在上面就把那个球扑过去 你平时在打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运用这个 打过不过有些时候 觉得心里没说 心里没说 有些时候就扑就下完了 要不下完 要不出界 下面咱们一块来探讨一下这个反着往前铺球这个问题 当那个球过来比较高的时候 你一定要争取从往前的由上往下翻 对方场去 球还要往上沿以上的时候就把它铺 铺下去 动作方式有两种情况 比较快一点的一种方式是什么 你看启动以后你右脚往前迈一步 起跳拍子直接出去 这个是用一步斜三番跳扑 第二种呢 如果你没有那么快的节奏 你跟不上 左脚先迈一步 蹬跨步扑球 蹬跨步 起跳的同时 你就要把握拍 由正手握拍换成反手握拍 把大拇指顶上去 成一个平行的 你看这个拍面 直接就对着球 把拍子往后展望 微微展望 引拍了 准备铺球的时候呢 你要用拇指前顶 这三个手指往下扣 你看自下而散 这样的角度 从往上把球打下去 铺下去 你的角度不好 你看我积完球以后 我的拍面是向下的 那么你积完球以后 还这个拍面 那你的球现在对了 刚才那个就不够 球就不会往下走 那么为了反制球拍 鸡球碰碗 足碗的话 你有个鸡球后 有个制动的动作 要停在这 控制在这 就是停在那个拍子 鸡球完以后 啪 控制在这 刚刚我讲的这种方式呢 是地球碗 比较远的 那么你可以这样 你看 收拍 展望收拍 铺及 地球碗比较远 如果一种情况 地球碗很近 你可以要滑板铺 你看 从左到右 摆动拍子 你看我的拍面的角度 这样一个角度 球过去了 我拍也碰不着碗 在比较静碗的情况下 你要这样 在比较静碗的情况下 这啊 下去了 看见吗 看清了吗 啪 由左向右 靠这两个指头 控制着拍面 啪 就是大拇指和食指 对 你来试一下 试一下 还是站这个 脚步动作是两种啊 从中场开始 从这 你要是能够有能力 你散得上去 你就用 斜步起跳 跳扑 如果不行的话 就跟上 灯跨步 那样散去扑球 对 不错 来 第二次不太好 有点像你刚才一开始的那样错误 你把球拍就 一来就放低了 那你就没办法打这个扑球了 要争取高一晚扇 才能够往下扑 好 好 对 你这个重心整个弹出去 好 这一次比较好 对 好的 停 你还得注意一点 就是说 扑球完了以后 嗯 还要退过来 否则的话 你以为 这一下就扑 能把对方给打死 嗯 你还要防止打不死的情况 你要有下一拍的准备 这个概念 一定要有啊 好的 对 好的 停 之所以你能发力 你能控制住拍子 就因为你能用着这个大拇指的力 你看大拇指的力 往前一顶 啪 这样 很放松的 你看我的拍子整个都让出来 就是 然后下面就三个指 对 很松的 拍的同时我才拽紧 那么你自左向右的 这个扑球的话 也是这样 也是最后技巧的 才把它握紧 要把它握紧 Vide订阅 伤枝 有时 再感觉这个 所以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